好我們往下看齁 接著要來畫這些陽台齁 那陽台的話要看到這一塊 其實他凸出來這個最後的頂點而已 你可以看這Sketchart的圖面齁 他還是雖然是平面還做出立體的光影 那我們在2D的圖面上只好用線條去表達這一個圓圖 這個我們在前面有講過齁 還有前面這一個 這個這個雨遮 大門的入口雨遮 這個其實你畫好一個把它倒過來就可以了 那他距離是多少我們都從平面圖上來量 好那看到這樣就好 那再來還有一些冷氣孔 這一個冷氣板 這一塊凸出來的 放冷氣這個板是凸出來的 這個也要畫 好那現在這個影片我們就把這三個東西搞定 好那看到這個的話 首先知道這個距離大概多少 我們要知道這個距離多少 這距離的話我們從平面2到5樓從這條線 這是 這是住牆的外面的線 先量量看多少 因為圖面上沒有給我們 其實他是從這個牆心到這邊150 那你從這邊量到這個最外皮 你可以看到他是127.5 所以你只要拉到一個127.5就可以了 所以我一樣再複製這條邊界線 從這裡 到這個 到這個 就這條邊界線 好那陽台他怎麼做 他做的方式各位可以看到他完成的圖面給我們圖面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他這樣你看127.5在這裡 所以你平面圖畫的錯誤這個就 不對 那這個其實不應該給 這是要從平面圖上去抓我再強調一次 那這些尺寸是因為他沒有辦法給平面圖 所以他只好這邊給你你就照這個尺寸去畫 好那這個是120 我們檢查看120是不是在那裡我們一樣再回去圖面上檢查 好 我們圖面其實都是用檢查畫出來的 那這邊有沒有 這個看有沒有120 有沒有看到這邊是不是120 平面圖就有看到120 所以DI就不用再查了 120 好那如果你要的話就是再複製一條線 好 有沒有抓對 OK 應該就OK了 好 那這做好之後120 好我們再看到這個東西 好 那要畫這個的話他其實不是只有畫到陽台而已喔 這個這個女兒牆其實還往下做 往下為什麼要往下做呢 這個往下做30公分這叫滴水線 下雨的時候雨水過來的時候到這邊他就不會直接往裡面跑 以前還會做一個滴水溝槽啦 滴水線 那現在有這樣往下擋 第一個他在結構底上這個 板上面來講的I值會提高 第二個呢 在這個板底 他要 對這個落地窗的水要進來的時候他有一種對水阻擋的功用 所以這個現在往下做是有點道理的 好 那這個 各位了解一下 所以這段距離呢 我們就大概做了 大概就是做了 從這裡應該到這裡是30公分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做了一切 從樓板往下一切 那上面這邊呢 110 110 好看到就好了 所以 這個就110 以那個高度 好那我就知道 往下30公分就可以知道 好 好那這邊看到就是說 這個距離 從樓板下來30公分 那我們就做一個二樓的 從二樓開始做 這邊過來 到這邊 還是用PL來做 這裡 這裡 做到這裡 對不起我沒有切塗層 這個是要切阿勒塗層吧 好 那再 重做一次好了 我看一下前面的圖畫 是在什麼塗層 好 那這個是 我切在阿勒塗沒有錯 阿勒塗 好 阿勒塗的話 這個在什麼塵呢 這個在那個 DIM塵 好 那阿勒塗的話 一樣我切到阿勒塵再來做 好 切到阿勒塗的時候 我先做一個再來複製 好 好 那我就從一樣塗層的切換 到阿勒 按下PL 聚合線 從這裡開始 到這裡 到這裡以後往下還要30 所以往下再打一個30就好 然後再接回來 好像沒過來對不起 再來一個30 到這邊 他就是一個 一個聚合線 那這個時候要複製的時候看你怎麼複製都可以 那就是CO 或者你要把那個先畫完 那個圓畫完 那畫完它是個半圓 那各位知道的話圓怎麼畫 從這裡 畫一個圓 然後我要Array 我要Array 這個切到DIM層 直線 好可以把它移出來了 因為在這邊做不是很理想 我移到這邊來做 移到這邊來做 這個時候要做Array的時候 其實正確這樣應該是用剖面符號線 比較對 好那我沒有Array Array Array Classic好了 你選擇環形政策列選取物件 你選擇環形政策列選取物件 那我全部給他點選6個 好不好 24個 我們看他們24個會不會太多 應該是24 一整圈的話 6424個 好 那預覽 我沒有抓到中心點 那給他中心點 預覽 24個OK Enter 那這個時候你選擇選擇你要的部分 我移的太快了對不起 好 Move 那從這邊畫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個時候一樣切到 細線 其實細線層 我這邊有一個Pand 粉刷 粉刷線層 好不好 粉刷線層 然後按下直線 一條一條 用鎖點的方式 追蹤的方式去畫他 好那再按下Enter 會鎖到那個中心點 不曉得對不對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要多畫一條也可以啦 其實就這樣子吧 好不好 好 那這個圓圈 等一下還會用到 就把它先搬走 這就是這樣比較麻煩 這抓不太到 應該是有抓到 抓出來 先放旁邊 好 有一條沒抓到 算了 OK 來 做完之後我們看到 再來 這個部分要整個用複製的方式複製上去 我們就CO 選擇這一個裡面的邊線 跟選擇外面這一個 好 然後 我們從哪裡開始 從樓板 提準線從樓板開始 好那就做上去 那這邊的話做到這邊為止 那上面還有一塊板 這塊板到底多多厚 一樣 10公分 從這一個 樓板往下做10公分出來 好我們就這樣做一次把它做完 樓板線在這裡 我還是用PL 這時候移到 移到阿樂城 PL 直接囉 好這塊就做完了 那再來這個冷氣孔怎麼做 那這個大門這個是 從這邊對過來就好 大門我的建議從這邊直接複製過來就可以 那 怎麼做 嗯 店長要先把它複製他就帶過去了 那這大門大概這個高度就是在這裡 OK 那 詳細的部分等一下再說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來看 再來的部分就是說 這個冷氣窗這個的深度是多少 他並沒有很 說得很清楚 那我們從這個冷氣窗口可以看到他突出來了一點點 這一點到底是多少 那好我們可以從他的平面的概念來看 從他的平面資料給我們的304資料裡面 他告訴我們冷氣窗台是多少 冷氣窗台他給我們給我們的寬度你看冷氣是 80乘50乘以10 10是厚 那50是外深的部分 也就是外深是50公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平面圖裡面有沒有這樣做 我們看這個冷氣板 這塊距離強在這裡 我們查查看這個距離是多少 35 這15剛好是50 所以冷氣孔的突出來深度就是在這條線上 這畫的是準確的 所以呢 我們再把這條線 一樣帶過來就好 OK 就是冷氣孔最外面的這條線 看到 那再來這裡面你可以看到冷氣孔往下的深度是多少 從這邊就可以量了 從這邊到這邊的深度是多少 你就可以從這裡來查 這裡到這裡是多少 是200 所以呢 知道200之後來我們就直接從這邊開始開畫第一個 好 那 剛我講的200嗎 離地板面200 好 畫一道這樣10公分 所以我們用我們以前的方式 好 要畫PL 低一點 我用FROM 從這一點上去多少小老鼠零豆點200 好低一點就找到了 那這邊下來這樣再10 再回去 OK這個就畫完了 就這樣做就可以了 再來一樣用複製的方式 這樣簡單吧 好 就是用每個樓板的部分 去做了 一樓也有 所以 這樣就大概就是完成了 那這一塊的部分是這樣在這個區塊 你就把它怎麼樣把它這樣做 還是用PL 從這裡 到這裡 這裡到這裡 OK 那就一樓就做完了嘛 那做完之後一樣 你看喔 因為他是這個方向的 所以呢 你就把這一個搬過去 貼在一條線上就好了 貼不到 貼不到 沒有關係 offset 在360 我們再做一條線出來 好 再做過來這個板就做完了 所以 不是很困難 其實 放棄是最容易的事 可是放棄之後你要承擔的東西太多了 以後 人的生命裡面有時候 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後悔 好了 我一樣放在這邊 抓過來用直線去畫 直線 來這第1條 Enter 我剛好沒有畫這麼細 那第2條 第3條 第4條 第5條 好 好 這樣就完成這一個 然後再把這個刪掉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階段你就我們就把 這一些 你可以看到的 我們就把 你看到這些部分你看這都畫完了 陽台 這都畫完了 還有這幾塊把它補一補 80 120斜過來 那所以這就是200的部分 厚度是5公分 那你可以補嗎 這一塊還要再補一塊我們把它補一補 這一塊跟上面是一樣的大小 那來我們來看 這一塊就從這一塊 它的平面是多少 它跟一樓一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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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這一塊比較簡單 我用PAL 我用PAL的話 我用PAL的話 對不起不要再騙著再ALED 我們就是把中線層 那這邊是200 從大門過來200 那我們知道這條線的話 從這邊做好了 80 120 所以offset 給它80 再來120 那線大概都有了 有了那我們就看 好 從這邊是5 對不對 到搭過來 所以還是PAL 從這裡往上 往上5 5 按了18 是5 到這裡 到這裡 這段就做好了 所以 這邊整個大概前後的部分都做得差不多了 那再看看還有什麼要做呢 大概就剩下 樓梯 爬梯 好等一下我們做做爬梯 那再把尺寸標文字寫一寫尺寸標一標 這圖就完成了 OK 好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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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